我是林鄭敏 我是退休的消防署長 現在也是香港工程小學會消防分部的顧問 最初的十年八年 多數是舊火和基層的防火工作 如果在管理方面 我想最難忘的就是加利大廈 那時我是防火組的總長 即是現在的助理署長 在加利大廈之前 我已經上了立法會六次 當時有一條消防條例 將舊式的商業廠所提升消防設備 這是基於石蝦尾 在1994年火足之後 公公主提議 有些議員說為了一件事 將全香港的商業廠所 搞得這麼重要 是否值得 過一個立法會的時候 都有一定的困難 經過加利大廈之後 第七次上去 沒有人再出問 即過 之後來說 就發展到 除了指定的商業廠所 即是全部商業大廈 都要提升 接著就是商業大廈 住宅大廈都要提升 直到圍利倉之後 將所有工業大廈的消防設備 都要提升 其實如果提升消防安全 我會覺得有兩件事 一個就是硬件 一個叫原件 硬件就是消防設備 即是花灑、喉嚨、消防鐘 這些全部叫硬件 消防設施這些硬件 軟件就是個人意識 防火那方面的管理 那方面的問題 現時來說 硬件我們可以 透過這個立法的程序去做 但軟件這方面 如果你靠消防署的 小部分的人去監察 全香港這麼多的樓宇 的安全是不足夠的 但如果七百萬人 每個人對眼都看 那就很足夠了 救火始終一件事 只是將傷害減到最低 防火可以將傷害減到零 如果做得好的話 所以在防火那方面 會做多些事情 亦都在這方面來說 為什麼我在2005年 當我退休的時候 在香港工程師學會那裡 成立了一個消防工程的界別 現時來說 差不多全部工作 都是消防署做的 但是外面那些 好像剛才所說 怎樣可以提升 消防安全那方面 如果有消防工程師 在業界的時候 他可不可以幫到手 這方面來說 希望消防工程師的界別 能夠成立之後 他可以在業界那裡 可以做到很多工作 我相信今年或明年 附屬法例 亦都會提交給立法會 這個界別就會正式進行 保險從事業園 保險從事業園 是一種外展的活動 他每天都會經過很多地方 如果有意外發生的時候 然後才保險會賠 其實對保險現在 也未必是這麼理想的 一方面他要賠錢出來 保費會高了 保費高了 有些人買 有些人不買 那怎麼辦呢 每個人都會想 但是如果沒有意外的時候 保險也不需要賠這麼多錢出來 所以保險業界的人員 可以怎樣做呢 當他做外展的時候 看到任何消防隱患 將這些人說 告訴當局聽 投訴 譬如說很簡單 最近華風 如果有人在那裏附近 買個保險 這麼多異言物品 防火門 難的 投訴 你事先反應的時候 一方面 人命的損失 不要說什麼 財物的損失 保險業界自己也會有損失 在這方面 保險業界 但是所有人的時候 當你走過的時候 看到有 打電話而已 那已經可能解決了另外一頓 麻風的事件了 當我在這個 應該80年代左右 我入了防火組的時候 那時候消防工程的時候 先起手 在外國起手 就是有初步發展的 因為我自己對工程有興趣的時候 所以我在1973年的時候 我進行五年 我已經考了英國消防工程師學會的政會員資格 1992年也成為了香港的英國消防工程師學會 香港分會的會長 1993年的時候 就將消防工程學會 在英國中央南開大學的消防工程學會 引入了香港 跟香港城市大學合辦的 從1993年開始至到現在 我想都有過千個消防工程師訓練出來 我現在的角色是顧問角色 所以做這件事的時候是兩方面 第一方面就是政府那方面 政府那方面的時候就是立例 提供了很多這樣的指引 因為你由零開始可以說得 都要有一些實務的指引出來 這個政府那方面要去做的 第二方面的時候我就會協助這個工程師學會 看怎樣能夠提供多些譬如課程 當人們有興趣的時候 想成為消防工程師的時候 他就要上這些課程了 我也會覺得在香港算是 在世界的水平來說算是一流的 但是永遠一樣東西的時候 不要是最好的 應該來說是更加好 專和廣是兩回事的 我在2003年的時候 就成立了 藝消防署成立了先驗救救員 以前來說的時候 消防就是做消防 救護做救護的 但是先驗救救員 就用消防那裡 對著幾樣東西 是一不做的時候 可能馬上死人的 比如心臟病 沒有呼吸的 流血過多 我們訓練了一個課程的時候 令到它可以掌握到一些技術 那些技術救護員未到的時候 他們已經可以把生命 那些傷者的生命保持 其中一件事 就是心臟去簽陣器 最近我想你們都有聽過 那些AED 是自動的 那這件事 二十年前來說 幾乎是 只是在舊那邊用的 我就消防員 我分裂去用 去到的時候 如果有心臟病的時候 就可以馬上彈醒醒了 那現時來說 已經將它普及了 所以有些是磚的 但是磚之中的時候 我們認為可以發出去的時候 我們要將它普及了 年前那些磚的時候 可能現在來說 一般人都應該要認識 的 命是自己的 所以在這方面的時候 火是可以令到生命去創生 生命的 所以如果那個人的防波意識做得好 如果那個人的防波意識做得好的時候 生命是無端端不見了的時候 就會少了很多